我是代演星隊記 今天做我們的ANIMATE次元的時候到了 那這次我要跟你說對不起一聲啦 因為我家附近可能會有湯 有人在裝修嗎 可能首先不是很好 盡量把他 我把那個 炒到 szer會調一下 我會想辦法了 還沒進入主題之前 我先跟你們講 這邊有一個紅色版的 是不是跟他一巴掌那樣 你就成為新戰友 那第二個通告就是 我的戰友跟我講 就是他找不到我的频道 蛤? 有点奇怪 就尽量就是你要 就按那个小门铃一定要开着 一定要的 然后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去我的Twitter啊 或者是我的Facebook也是可以啦 你就看到我的状态 我尽量会update一下尽量 那我差不多开始进入主题了 我相信你们看到这个标题 就是讲Severstar 诶Severstar到底是谁啊? 对没有错 可能大家应该是忘记了啦 好了 黄金可视时间了 我们抓紧的事吧 来吧 那Severstar他们不是属于器重罪业的人啦 他们是要抢多这七把钥匙 要打开上方膜全部来的 那第一个人物就是 天上人的翠雪啦 也就是Donex 因为他是之前的 失踪的学生其中之一嘛 因为他的好朋友 找到黑暗游戏的方式啦 就连翠雪不小心卷入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就成为了Donex哦 然后到底是老师了 就拉买翠雪成为了Severstar的成员 他的王牌是 震虹也黑龙 还有震虹也暗龙啦 过后啊 在Donex片呢 他震虹也暗龙就变成震虹也铁龙啦 不过很可惜啊 在现实啊 他就是变成现异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等下我会得空去研究啦 他黑暗道具就是黑暗复活 就是他这个面具 如果谁说的话就要封印在卡里面 哦哦 他那个项链啊 他有一半 看到这时代也是有一半哦 不过幸好啊 时代打赢阿哥之后啊 把那个项链完成了项链 第二位 Kawola 他是一个美丽又恐怖的谢谢鬼女郎来的 当然他并不是什么风格的关系 不过他很喜欢作弊 就是用蝙蝠来偷看他们的卡组 然后Kawola他就知道怎么对付了 也许我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那就是用蝙蝠来偷看 啊 因为我讲色色的东西耶 这个不可以啊 YouTube会scan到我讲什么话 他会把他偷看我 是半斤 诶 如果我还在读书啊 我可以发明那个蝙蝠啊 或者是苍蝇啊 偷看老师的卡键啊 我就知道题目是什么 我就拿到一百分了 嘿嘿嘿嘿 他黑暗大就是黑暗掏圈或者是香圈 不过谁说的话他会把你变成羊娃娃 他的王牌就是 吸血鬼创始祖 第三位 塔尼亚 他是一个亚马逊的女战士来的 他可以做很多配套 一个是所有的美女 另外一个是女战士的配套 不过他没有用到什么黑暗的力量来审发别人了 不过他一直撂三折啦 连三折就是不小心爱上他 不过三折他得了相似病一直想着 看你啊 哎三折你跟我一样 我也是得相似病 不过我三折是ok了啦 我算是ok了 我治好我的相似病啦 所以想我之前呢 等等 不过他玩牌是亚马逊卡组啦 不过他是有分两个 一个是智慧的亚马逊 他有一个勇气 他这个玩牌就是亚马逊的宠物虎 ok我先说明一下 他智慧还有勇气有什么差别呢 在智慧呢 他是 他会用更多魔线啊 辅助那些怪兽卡 攻击力提升 而勇气呢 他只是单单加强他的怪兽攻击力 直接收技 他的黑暗大具就是 手套啦 就是我们魔手 不过他输给的时代啊 他就变成一只老虎 因为他用黑暗刀体啊 获得的资历才可以变成人类 那第四位就是配契刀贼啦 他们是五个人怪兽卡来的 有点类似很像精灵 不过是蛮搞笑的 他是剧组啊 是直接画他们现场 而不是有画第二个人的样子出现的 因为他们五个呢 伪装是不透人的样子 来特地想办法抢走这些七把钥匙 直接打开 叉化魔王的关键 但是 没有什么效果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好笑 很多双刀 他们五张卡叻 很明显 这五个 高尔 美娜 克里夫 以及 吉格 他的黑暗道具就是黑暗之眼 也可以讲他那个眼罩来的啦 不过 素了的话会变成卡片啦 第五位是法老王啊 阿比达是善士 他也不是跟亚通姆的关系 我觉得啦 如果他跟亚通姆的关系 他会讲 什么你叫Mai Lan 让神的话他打鼻鼓 传说他是埃及 凌败的天才的法老王来的 真的是东方不败啊 跟流星差不多一样 他被称为他是战斗之神 诶 战斗之神,战神 我也是战神叻 哈斗 你这样玩了 走啊 啊 开玩笑 就是为何他被黑暗利亚操碰 成为了气性了 然后他向石太一一起 向他宣战咯 团想他们LL 他王牌的法老秀林 那个棺材 以及法老那些手下 他的黑暗道具就是黑智力 首配啦 第六 泰塔 泰塔 他是以前 Kronotte老师想 请来的这个人啦 想对付时代 过后来 时代他打赢 泰塔拉 他就 泰塔拉就不小心进入 黑暗的地点 罚了 过不久了 西安麦斯坦格纳 就给他的这个黑暗面具 开始复仇了 而且是向米日相 对战 来对他讲 如果你赢的話 惡魔卡組,不過很可惜的是,沒有押忌劇化那個惡魔的動物屎 他的黑暗道具就是Tenis的玩面具,不過他又輸了的話 請給他進入黑暗力量啦 第七位就是大德士老師,他是絕對學練技術的老師來的 也就是押忌是術社長來的,雖然是電技術士啦,而且他做臥底 不過他不小心更實在比賽的時候就產生了感情 畢竟大德士老師,畢竟是大德士老師,應該會有回憶咯 他的王牌是山紫太陽,核立惡西 他黑暗道具就是Tenis祖母暗之書 要是誰說的話,就馬上封印在書裡面 好像進入別一個次元樣子啦 最後第八個是影娃,他才是真正的big box 就是創造這個7STAR的人來的 他的王牌是三幻魔,如果我有真的機會介紹這個影娃的話 或許我可能有機會再介紹那些整個反派的王牌那些啦 好啦,以上是7STAR介紹了 不過話說回來啦,他沒有講就是 千年道具的關係啦 不過是一點點參考啦 好啦,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中心,超級無敵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LIKE,SHARE給我們看 如果你是新闻的觀眾,記得按SUSUK button 記得按SUSUK button 以及下方留言給我,謝謝 放心,這個五個反射不表演 如果他已經過獎了 我就用7STAR的力量,對付他就可以了 沒有,看完之後 好,等會,謝謝囉,Ciao 請記得按SUSUK 請記得按SUSUK